我们是厉害了很多,但那是和自己四十年前相比,而距离当今是阶级水准,我们其实还远远不够厉害,为此,我们要看清自己,做到心中有数,敢于说实话,请于听实话。 这次土耳其汇率危机来得很突然,可是把它放在过去十年,二十年以来的大背景下,其实就不突然了,遭遇全球十年一危机的魔咒阴霾,遭遇特朗普四处翻脸的群信姿势,这正是我们是逢改革开放四十年大庆时,据古所必须面对的,反过来讲,四十年前,我们真的不会关心什么全球经济危机, 不会关心什么汇率登盘,不会关心什么贸易战,因为那时,我们亚都没资格关心,但与四十年前近似的是,我们自身的发展,都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转折点,同时我们会发现,未让我们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前惯性运行了三十年的逻辑,乃至十年前还得新一手的工具,此刻基本上都不管用了,也不能再继续用了。 1978年是如此,2018年是也如此,因此,当我们即将筹备举办,第二十几届中外管理官场学肯谈会时,我由衷认为,当前中国各界,包括我们的企业界,在纷乱复杂的关键节点上,应当保持归零心态,有了理性,平和的心态,我们才能看清局势, 才能抽丝剥剪,更主要是才能看清自己,才能自知之明,从而才能做出不许有益的战略决断,一极速生销的四大发明,过去两年,最令取国沸腾的商业城就是什么? 是所谓新四大发明。 那时,中国企业界最具代表性的仓本条坎式,颜色快不够用了,当时,我们以为探出了共享经济2.0,以为在商业创新上超越了美国,以为找到了解困中国制造的钥匙,以为找到了更具竞争力的双创模式,以为可以共享一切,而举国狂欢。 然而仅仅才两年,所有到处明艳的颜色,几乎都蒙上了秀斑,这些颜色,要不死了,要不卖了,要不卖不出去等死,而以为被拯救的单车制造业,仿佛做了一场荒凉梦,潮起潮落兼充满了荒诞,资本貌似是这场盛宴的宝石哲,但他们真的创造了社会财富吗?他们真的赢得了社会尊重吗? 事实是,本以为充分利用闲置社会资源的共享经济,在中国却反而是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面对中国的城市里堆积如沙的分析共享单车,我们真的需要冷静下来,思考什么才是不会被颠覆的更古诚实。 而貌似繁荣的与时俱进,过去两年,最令举国骄傲的商业企业是哪家?是华为?是被中情连累,被领想出卖而令国人大名不停的华为? 我本人,也是华为手机的用户。然而先不说文凭一项研发精进的任正非从美国归来脸色难看的意识到,美国人就算送给我们芯片图纸,我们都做不出来这一言哭高声事实。 单说我自己最近的一次亲身浅薄经历,那天偶然发现路边有一家华为荣耀手机体验店,荣耀一直是华为线上销售品牌,所以这一线下发现颇令我好奇。 于是装成探访,一进门,当看到和苹果店服务生一样装扮的小鲜肉,便理所当然拿出手机请教问题时,结果服务生随手下了一指。 原来他只是导购,技术问题要问后台,瞬间我就被打回到了诺伊亚时代,而阴暗角落里的后台人员,面对我的手机评局不模糊的探,因求教,其专业服务,居然是拿出一块布帮我擦了擦。 有瞬间,让我响起了哪三粒全市像上,秘方里那句,挠挠,人不死心的我,有转换钱才询问手机软件疑惑,而得到的淡淡,一句答案当场令我预导,你上搜一下,这还是中国公认最棒的一家市场化企业。 日前,听朋友谈起在北京马连道逛茶店的经历,进店选茶,想先品一品茶叶橙色,得到的答复居然是不能品。 朋友疑惑,你们柜台上不是有全套的品茶器具吗?从容答约,那是我们自己喝茶用的,朋友当场断喝,你们肯定是国企,啊,您怎么知道,是年公元201吧,而非1978,三心态归零,多听实话,我们是厉害了很多,但那是和自己40年前相比。 而距离当今是阶级水准,我们其实还远远不够厉害,为此,我们要看清自己,做到心中有数,为此,我们必须敢于说实话,勤于听实话,于是。 第27届中外管理观察学肯谈会,已经归零心态,听实话为诉求,虚恶以待,首届肯谈会的1992,正值改革减速,靠校平南巡,打开了一个全新时代,如今面向经济减速的2019,我们打开的又会是什么?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